Example 1 这个x平方乘以 根号4-x分之dx 这个积分 那我们一看呢那个4-x平方 在根号里面 那这个积分呢都没有办法 使用之前变数变换的方法 或者分布积分的方法来处理 那我们这边呢 就试图使用所谓三角代换 那这边呢因为它前面是4 所以我们干脆呢就令x 让它等于两倍的sine seed 那当然这个s打呢 让它介于这个2分之π 到负2分之π之间 介于2分之π到负2分之π之间 那这样做了之后 这个4-x平方呢 它就是4-x平方 这个上面这个平方 就变成4倍的sine平方s打 sine平方s打 那接下来呢 那你把4提出来 它就变成这个 1-3平方s打 那因此呢 1-3平方s打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成 cos的平方 好转成cos平方s打 那所以呢 跟开根号以后 这个4-x平方s打 开根号 它就变成这个4倍的cos平方s打开根号 那开出来呢就变成2倍的cosc打 2倍的cosc打 好 那么这个预备动作 也就是说整个根号 你可以4-x平方 你可以把它换成这个2倍的cosc打 那前面这个x平方呢 我们就把它换成2倍的sine平方s打 那分子呢 它有一个dx 那所以呢 这个dx呢 我们就把它做在这里了 这个 这个x呢 它如果是这个2倍的sine平方s打 那dx呢 它就变成了2倍的cosc打 dc打 好 那这个预备动作呢 就做完了 那因此呢 我们原来这个积分 这个x平方 分号 4-x平方s打 x平方 dx 那整个这个积分式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代换成什么呢 代换成分值 dx呢 就代换成这个2倍的cosc打 dc打 那分母呢 x平方 x平方 你把x平方以后 它就变成4倍的sine平方 4倍的sine平方s打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开根号 这根号这个呢 是4-x平方s 我们就把它换成2倍的cosc打 2倍cosc打 所以这个三脚带换之后 我们发觉说呢 全部都变成了这种三影cosnc这种形态 那接下来呢就是呢 可以消的我们把它消一下 这两倍cosnc就消掉了 那前面这个四分之一呢 它是细数不影响积分 所以我们把它拿出去 那这个分母它就变成了三影平方c分之一了 然后再抵C 那这个积分呢 三影平方分之一 这个没有办法积分 所以我们就想到呢 三影的导数就是cosn 那三影平方分之一 它就是cosnc分之一道 那这个呢因为刚好有公式 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联想 我们把三影c分之一 转换成cosnc分之一道 那因为它是三影平方 我们就把它 三影平方分之一 我们就把它转换成cosnc分之一道 那转了之后呢 这个cosn平方c分之一道 积分以后呢 它就变成负的cotensionc分之一道了 好 这个是公式 这是公式 那么三角代换呢 因为你是对三角函数做积分 所以积分出来之后呢 它是一个c分之一道的函数 那因此呢我们还要根据呢 它最前面这边 就是当初这个x跟c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把这个cotensionc把它做转换 那怎么换呢 你可以这样子来看这个事情 就是呢 这个因为x它是等于两倍的sinec大 那所以这个sinec它就是呢 这个2分之x 它就是2分之x 那所以啊 如果我们去画一个这个三角函数的图形 假设这个角是c打角的话 那么sine的定义呢 是斜边分之呢 对边 斜边分之对边 那所以呢 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推出来 这个它的0边 就是呢 4-x平方 4-x平方 好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 这个0边 它就是根号4-x平方 那所以呢 再由这个cotension的定义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这一题的答案 如果你再把cotensionc打换掉的话呢 答案就浮现出来 这个cotension呢 它是呢 这个对边分之 0边 0边是根号 4-x平方 4-x平方 好 那最后我们再加一个常数c 最后再加一个常数c